谢公子夸嫡姐的相当好看 嫡姐便以为谢公子对她有益 让爹娘上谢家求亲 我劝她将谢两家地位悬殊 并非良配 而且谢公子容貌无双 却未娶妻 她是已有心上人 在我的劝说下 嫡姐总算谢了心思 后来谢公子执意迎娶农女进门 婚后二人如交四妻 传为佳话 嫡姐恨毒了我 设计将我杀害 临死她满眼怨毒地看着我 与谢郎恩爱缠绵之人 本该是我 是你毁了我的姻缘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嫡姐极力劝说爹娘 前往谢家求亲的那日 爹娘那日 谢家公子亲口说 女儿身上挂着的相当好看 那便说明她对女儿有益 求你们就帮帮女儿 这一次吧 熟悉的声音 将我从困顿之中拉了出来 心口处被利剑刺伤的痛意 又历历在目 再次睁眼 看到嫡姐将倾城 扯着爹娘的袖子 妻妻哀求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还重生在江倾城 劝说爹娘上谢家求亲的那一日 前世只因在赏花宴上 谢公子随口夸了一句 嫡姐腰间的相当好看 嫡姐便认为谢公子对她有益 于是便哭着哀求爹娘上 谢家求亲 我极力劝阻道 将谢两家地位悬殊 那谢公子并非嫡姐良配 更何况谢公子今年已满二十戎 鲍无双却未曾娶妻 恐怕心中早已有心意之人 在我的劝说下 江倾城终于歇了心思 可后来 谢文宇不顾全家人反对 执意迎娶一位农女进门 婚后 二人如胶似漆的画面被世人传递加话 江倾城恨我毁了她的姻缘 便设计将我残忍杀害 思绪回笼 我看着面前声泪俱下的江倾城 心中不由冷冷一笑 她不就是不撞南墙心不死吗 今日我便不再阻拦 我倒要看看 没有我的阻拦 她是否能够如愿嫁给自己的心上人 此时 爹娘看到了站在角落处一言不发的我 率先发问 殿下 你向来主意多 今日之事 你可以有什么看法 江倾城听罢 你将目光放在了我身上 往日嫌弃我满身同袖位的姐姐 却伸手撕死拽进我的衣袖 哀求道 妹妹 我对谢郎一见钟情 今世若是不能嫁给她 我宁愿终身不嫁 妹妹向来疼我 一定也会成全姐姐的吧 我装作看不到江倾城眼底的不甘 将她扶了起来 爹娘 既然姐姐对谢公子如此痴情 我们又何必强加阻拦 听到我的话 爹爹也实在坐不住了 当即呵斥道 荒唐 谢家公子身为谢氏郎家的嫡出公子 身份地位远在我江家之上 我若是前去求亲 岂不是白白让人看了笑话 对于爹爹的话 我早有所预料 道 爹娘向来偏心江倾城 他们虽事事征询我的意见 但并不是因为有多爱我 而是不忍毁了他们 在江倾城面前 慈父慈母的形象 如今明知谢文宇不是良配 见我不上前劝说 江倾城自然原形毕露 杨青也将江倾城拉到身边 满脸称怪的看着我咽下 你姐姐交养惯了 不懂事便罢了 你竟也这般不明事理 江倾城见我死死不松口 眼中的不甘更甚 我瞧见江倾城眼中的杀意 不由扯成小笑 道 爹娘 姐姐如今也即将袭击 的确是该早早相看复去 但谢家公子才冒双绝的姐 若是再不去争取 到时候若是让旁人捡了漏 岂不是得不偿失 听到我的话 江倾城也一把甩开娘亲的手 不满道 爹娘 你们不就是怕去谢家丢了面子吗 你们口口声声说 我是你们最爱的女儿 可如今竟然把面子 看得比我的姻缘还重要 真是虚伪恶心 宠了十几年的女儿 竟然对她们说出这样 没心甘的话 爹爹气得手直哆嗦 最后还是在娘亲的劝说下 同意了明日 便前去谢家求亲 江倾城见到爹娘同意 当即换上以往高高在上的姿态 眼中哪还有半点泪水 快去给我多摘些玫瑰花拌奶 这几日我要日日用花拌玉谢老文 哦 我身上的香味 想必会对我更加欢喜 有权有势 但也请得起几十个丫鬟仆人 可江倾城明明有丫鬟可用 却偏偏指使我来做事 每每我向爹娘表达心中不满 爹娘便说道 你姐姐也是为了你好 光会赚钱有什么用 将来你不还是要嫁人伺候附嫁 这些端水倒茶的功夫 本就是你应该学的 而对于江倾城 爹娘却画了一幅说辞 倾城从小娇弱 吃不了苦 将来必然是享福的命 思绪回笼 我垂眸掩盖住眼底的情绪 笑着退了下去 在我准备好汤玉之时 江倾城刚伸手进木桶 却命人将那滚烫的汤水 拖到我的身上 你这个贱人 是想要烫死我吗 说完 他伸手抬起我的下巴 看着我这张清秀绝尘的脸 眼中目翼更甚 还是说你故意想要烫坏我的肌肤 好有机会代替我嫁给谢郎 别以为你长得比我好看 就可以耍小心思 我告诉你 爹娘眼中只有我 而你只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贱臂 要不是念着你会赚钱 爹娘早就将你赶出家门要饭去了 从小我便知道 因自己长得太过美貌 与爹爹不相像 所以爹爹才会对我如此冷淡 一开始 娘亲还在辩解 自己没有偷人 在我被爹爹虐待 知识为我出头 可渐渐的 他也是我为污点 与爹爹一样 将我当作家中最卑贱的人 我本以为 就算他们不爱我 也会对我有那么一丁点血缘上的感情 可在姐姐杀害我的那日 爹娘只冷着脸 命人将我的尸身丢进乱葬岗 任凭野狗啃食 我抬手擦了擦眼角处并不存在的泪水 行动顿时无比畅快 真好 这样垃圾的家人 我早就不想要了 我看着暴怒的江青城 装作委屈地说道 姐姐 我是从古书上听说 要用高温的水烫肌肤一个时辰 再将花瓣扔进浴桶之中 花瓣上的香味 才会食成食地被吸收入体内 妹妹也是为了姐姐好 毕竟若是姐姐能够嫁入卸甲 那是光药门没的好事 到时候 妹妹也能沾着姐姐的光 嫁一个好人家 话落 我还装作娇羞的低下头 似乎真的期盼着嫁人一般 江青城果然信了我的说辞 随即吃笑一声 算女时相 说吧 他便顾不得水温烫人 整个人扎进了浴桶里 即便水温烫得吓人 他也依旧咬着牙眼不发 见此 我退了下去 而我的贴身婢女小桃 趁着无人之时 把我手中塞了药粉 随即小桃压低声音 在我的耳边轻声说道 小姐 那书信 我已经安排人送过去了 约莫半炙香的功夫 原本滚烫的 水温已经降了下来 看着江青城浑身烫得红肿的模样 我忍着嘴角的笑意 将那加了料的花瓣放入水中 片刻后 我已经为江青城穿戴完毕 江青城提起手在鼻尖秀了秀 扑鼻的玫瑰花香 让他十分满意 便在你伺候得不错 今日你便早些回去休息吧 我点头退下 却转身绕过偏门处 果然看到江青城盛装打扮 来到了大门前 见江青城要出门 丫鬟略忙 一脸担忧地问道 小姐 老爷和夫人 今日已经答应 明日一早便去谢家说亲 您今日又与谢公子私下会面 恐怕不妥 这话音刚落 便被江青城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你这贱臂懂什么 明日爹娘说亲是他们的事 今日我前去与谢郎相会 互表心意 那明日之事自然水到渠成 说到这里 江青城还从袖口中掏出书信 笑得痴然 更何况 今日谢郎亲自与我相约 你劝我莫要前去和她相见 难不成你是存了心思 想要爬上谢郎的床 说完 江青城又伸手死死扣住乐儿的脸 瞬间变得面目猙獰起来 果真是一副红妹子做派 来人将她拖下去 本小姐不想再看到这张令人作呕的脸 乐儿连连求饶 却被几位家仆架着拖了下去 而江青城也趁着爹娘忙于仇 北京仇断之时 偷偷溜出了府 乐儿的惨叫声格外凄厉 惊老了院中气息的飞鸟 我缓缓走到乐儿跟前 伸手挑起乐儿那张鲜血淋漓的笑 冷笑道 想报仇吗 我帮你 很快 我便通过辩解的小道 来到了江青城和谢文宇私会的地方 此时 谢文宇身着玄清色衣衫 立于湖边 微风吹起她的衣摆 显得她本就温润无双的脸 愈发俊美绝尘 江青城一时看呆了 正愣了片刻 才朝着谢文宇的方向扑了过去 谢公子 让你久等了 听到动静 谢文宇欢喜地转过身来 却在看到江青城的脸那一刻 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你是何人 怎会知晓 我和月儿相会的地方 江青城仿佛没有察觉到 谢文宇语气中的冷意 仍旧搅着帕子 羞答答地说道 谢公子 您怎能这么快 便忘了奴家 前几日 你还曾对奴家暗示过心意 近日怎就忘了江青城 虽然名字叫青城 却长了一副五大三粗的模样 如今在角楼造作一番 实在是让人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身旁的小桃 不由一惹一声 随即满脸同情地 看着不远处的谢文宇 即便是受到如此强大的视觉冲击 可谢文宇 到底是世家柜子里一周到 谢文宇正愣一瞬 便淡淡道 哦 原来你是江大小姐 瞧见谢文宇记起自己 江青城便以为对方果真 对自己情根深重 便满脸欣喜地 将腰间的香囊取下来 想往谢文宇手中塞 女子赠予男子香囊 则是对男子有意想要结亲之好 即便谢文宇再有教养 也被江青城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得失了风度 只见谢文宇用折扇将江青城推开 随即冷冷地说道 那日谢某夸姑娘身上 佩戴的香囊好看 实则是想问问姑娘 这绣功精致的香囊 是出自何人之手 好让谢某寻知送给心上人 谢文宇的话 恍若晴天惊雷 狠狠地朝着江青城身上劈去 江青城伸手死死地 抓着地上的野草 撑着站了起来 你一定是骗我的 对不对 谢狼 你一定是觉得我江家身为商骨世家 身份低位 怕你的爹娘不同意 所以才变出这样的理由欺骗我 谢狼 我愿意为了你此生不嫁 更愿意为了你与江家断绝关系 只求你不要抛弃我可好 说着 江青城不管不顾地 朝着谢文宇的方向扑了过去 谢文宇想要再次将江青城推开 可是江青城身上的花香 已然发挥了作用 此时 原本目光清明的谢文宇 似乎被人蛊惑一般 伸手将江青城 一抹白色的身影出现了他面前 一时之间 谢文宇狠狠掐向自己的大腿 恢复了理智 赶忙松开抱住江青城的手 朝着白衣女子消失的方向追了过去 而江青城还在闭眼嘟嘴 等待着与谢文宇的吻 足足过了半炷香的功夫 江青城这才睁开了眼睛 眼前早就没了谢文宇的身影 见此 江青城自顾自地说道 谢狼一定是害羞跑开了 自觉收获满满的江青城 难得对丫鬟露出笑容 转身上了马车 打刀回府 刚进府 乔剑蹲坐在墙角的我 江青城脸上的笑容愈发得意 我说 有的人平白长了一副好笑貌 有什么用 依旧像肮脏的臭虫一样 人人咽气 我挑挑眉 而后缓身问道 姐姐这么晚才回来 莫不是路上有事耽搁了 江青城闻言 当即想起了 方才谢文宇抱住自己的那一幕 瞬间羞红了脸 随即反应过来 朝我冷声喝道 不该问的别问对了 明日起我要一天抛三次花半御 江青城果然以为是自己身上的花香 他得到了谢文宇的垂帘 于是就连晚上睡觉前 他都要泡几个时辰的花瓣鱼 即便是被热水烫出了密密麻麻的红枕 他也浑然不觉 一日一早 爹娘准备好数十箱经营绸缎 准 出发前往谢家说亲 古往今来 都是男子前往自己心仪的女子家里下聘 可江家与谢家身份悬殊 即便自知没脸 爹娘也下定决心 要比江青城正义的好亲事 瞧见爹娘忧愁的神色 江青城不屑地嗤笑一声 爹娘 那谢家公子早已与我情义相通 因此番前去谢家 即便是谢侍郎和谢夫人不同意又如何 我相信 谢郎一定会看在我的面子上护着你们 得到了江青城的亲口保证 爹娘也逐渐自信起来 拉着江青城的手一顿夸谢爹娘亲 还挽着江青城的手臂嘲讽地看着我 我就说 只有青城才最像是咱们江家的孩子 瞧瞧这模样 长得多俊 如今更有本事讨了一个好夫婿 不像有的人就会给我添堵 爹爹也仰头 吵我冷哼一声 要不是当初亲眼看见他从产房里抱出来的 我还以为咱们老江家被抱错孩子 生出这么一个废物 江青城得到了爹娘的赞美支持 姿态也愈发地高高在上 江面下 认命吧 从小到大 你样样都比不上我 我劝你实相一些 在我嫁入谢家前 别给我动歪心思 否则 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话落 我装作惶恐不安地抖了抖身子 颤抖着声音说道 姐姐教训的是 咽下还盼着姐姐能够嫁入好妇家 之后 爹娘也能给我相看一门好婚事 爹娘看到我如此窝囊的模样 眼底的鼻翼更甚 便命人提着那几箱精明离开了府门 而江青城也摆我一眼 便继续满心欢喜地回房套着花瓣玉 我看着谢府的方向 冷冷地勾了勾唇脚 好戏快要开场了呢 果然才两株香的功夫 爹娘便带着金银绸缎 便灰头土脸地赶了回来 可江青城一门心思全在谢文宇身上 哪里注意到爹娘铁青的脸 爹娘这门亲事可说成了 江青城刚走上前 便被爹爹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 你这贱人 都是因为你 我才被谢侍郎如此羞辱 爹爹抖着手 咬牙切齿的杨琪琪 恨不得将江青城另外半张脸扇肿 怎会如此 谢郎难道没有 看在女儿的情面上护着你们吗 江青城不提谢文宇还好 如今一提 就连一项好脾气的娘 也抬脚朝着江青城的身上狠狠踹去 还看在你的情面上护着你 今日我和你爹爹挨了一顿打 正是那些公子亲口吩咐的 说吧 爹爹还愤恨地瞪着江青城一眼 当初我就说 无论家是容貌 你都没有一点配得上谢公子 你非要执迷不悟 今日起我便和你娘为你相看 合适的夫婿好些了 你就不该有的心思 此话一出 彻底击溃了江青城的所有防线 此时 江青 才想起一直躲在角落处一言不发的我 随即揪着我的头发 将我狠狠推到爹娘跟前 爹娘 当初就是这个贱人提的主意 是他让你们丢了脸 说到这里 江青城拔高音量 猙獰地看着我 贱人 如今看到我被爹娘打骂 你是不是感到很畅快 今日我非命人包了你的皮不渴 我正开了江青城的智骨 泪眼阴阴地看着爹娘 爹娘 当初是你们同意上门为姐姐说亲的 今日姐姐竟然把这笔账 全都算在了我头上 虽然江家算不得什么世家大族 但也不是蛮横无理之辈 做姐姐执意要处罚我 那我便将昨日之事广而告知 大不了江的脸面都不要了 爹爹被我的话一呛 忙捂着胸口 你迷你了几声 便也无力反驳 娘亲见此也只能出言道 青城再怎么说 面下也是你的亲妹妹 你只能害她性命 说吧 她便挽着爹爹的手离开 不再多看我一眼 江青城自知没办法真的害死我 但她绝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 于是她便命人将我压到了房中 双眸阴狠地看着我鲜白的手指 既然如此 我便将你的食指全都搅好 好让你这个贱人常常记醒 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眼看着铁钱被端上来 我的脸上没有丝毫慌乱 姐姐 昨日妹妹瞧见了你和谢公子 倒在一起 据妹妹了解 谢公子从不轻易与女人亲近 昨天的举动足以证明 谢公子的心里是有姐姐的 我话音刚落 刚拿起铁钱的江青城 瞬间愣住 随即面目变得越发的扭曲 好啊 江殿下 安了什么心思 我伸手拽住江青城的衣角 慌忙说道 妹妹不是有意跟踪姐姐的 是昨日 昨日妹妹偶然瞧见一个白衣女子 缠着谢公子 妹妹害怕那女子抢走了姐姐的夫婿 所以才一路跟着到了湖边 那承想看到了后来的那一幕 听到我的话 江青城果然放下了铁钱 伸手勾起我的下巴 语气满是威胁 你可看清那女子的长相 文言 我装作低头沉思的样子 缓缓说道 妹妹记得那女子身着白衣 美帝好像天上仙女 今日谢公子竟然当众羞辱爹娘 想必是受了那女子的蛊惑 说完我还生怕江青城不信一般 抓起暗台上的毛笔刷刷地画了起来 直到我画完最后一笔 江青城眼中的极度之色 再难遮掩 世间竟然会有这般美丽的女子 不管她是何人 谢郎必然是我的 江青城抓着那幅画像 整个人极度地发抖 也不枉我照着广寒仙子的容貌 画出来的画卷 就连我看了 都不由为画中人生出几分赞叹 很显然 江青城意识到自己长相平平 与这样一个绝世美女比起来 根本没有胜算 于是便打定主意要买凶杀人 我皱着眉头 装作为难地说道 可是妹妹当日只看清了她的容貌 并不知道她是哪家的姑娘 茫茫人海 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将她找出来 谢文宇和沈清月说我复仇的跳板 我想不利用她们 可从未想要害她们性命 江青城文言狠狠地骂了我一句废物 随即又要拿起那把锋利的铁钳子 我扯着她的袖子 装作不安地说道 姐姐 妹妹听闻有一个方子 只要服用三日 定然会让人改头换面 届时 姐姐还怕拿不下那谢家公子吗 江青城文言脸上狂喜 伸手拍了拍我的脸 笑道 我的好妹妹有这样的好法子 怎么不早点说 说完 她难得轻易地拉着我的手 坐到了床边 语气变得格外的温柔 只要妹妹 你肯帮我抓住谢郎的心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爹娘 给你安排一门好亲事 我脸上流露着欣喜 心中却嗤之以鼻 只有无用之人 才会想成为一副男人的吐丝草 而我将念下药的 不过是报仇雪恨 壮大江家的事业罢了 思绪回笼 我又欲言又止地看着江青城 叹了一口气 说道 只是这方子凶险万分 姐姐若是初 好歹为妹 我可真不知如何是好 被嫉妒和爱情冲昏头脑的江青城 此刻完全失去了理智 忙向我保证 今后无论如何 都不会迁怒我半分 从此 我便装作为难的样子 点了点头 答应了此事 自今日后 爹娘也不似从前那般 对江青城百般纵容 也无心顾暇江青城的现状 时隔三日 江青城再次出现在爹娘面前之时 二人皆愣在了原地 此刻的江青城 从一个五大三粗的模样 变得鲜鲜窈窍 原本回原的脸 也尖得像瓜子 一双性眼眨巴地看着前方 格外动人 这是 这是青城 许是容貌上的极大改变 让江青城在仪态上 也做足了功夫 于是他收敛起往日的粗狂无礼 朝着爹娘应应一拜 倒还真有几分 世家大小级的风范 爹娘欢喜得老泪纵横 依旧看都未曾看我一眼 瞧见这番场景 我原本被爹娘伤透的心 还是泛起了一抹酸涩 我原以为 他们只是因为我的容貌出众 与他们的平庸不相向 而不讨他们喜欢 可如今江青城的这种容貌 可以说与他们毫无关系 他们依旧是将他奉若珍宝 我这才明白 他们不是讨厌我的脸 而是讨厌我这个人 尖锐的指甲深深陷入掌心 我强压着心头的酸涩 缓缓扬起一抹冷笑 坏了 很快我便能够彻彻底底地掌握这一甲 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滚过来 江青城狠狠地划我一眼 端庄不过三秒便丑胎毕露 我跟着江青城的脚步上的马车 随即来到了西郊城外的一处竹林 江青城打量着寂静的四周 眼底不耐更甚 你说那个女人会到这里来与孤狼私会 可如今过了半个时刻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你若敢骗我 我定然饶不了你 江青城话还未说完 我便做了一个近身的动作 随即抬手指了指不远处 此刻 江青城顺着我所指的方向看过去 果然发现了一抹白色的身影 于是便急不可耐地下的马车刚进竹林 一股奇异的味道扑鼻而来 可江青城却浑然不觉 江青城伸手一把抓住面前的白衣女子 音声中坏药的缘故 面前的刀疤纵横的脸 竟然和画像上广含仙子的脸重合起来 是你 你这个贱人竟然敢勾引我的谢了 你给我去死去死 说完 江青城便狠狠将面前的脸推落山崖 此时 得知消息的谢文宇一路策马闯进竹林 恰好看到了江青城 将那白衣女子推落山崖的一幕 瞬间吃红了眼 江青城 你竟然敢杀我的愿 我要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话音刚落 直到这个时刻 江青城还妄图用容貌来勾引谢文宇 可在看到谢文宇眼中的杀意不似作假 这才匆忙提着裙子朝着我的方向跑来 江青城一边跑还一边喊着我的名字 只是可惜早在他踏入竹林之时 我便已经悄然离开了马车 躲在林中早早住起来土坑 谢一看着这场好戏 江青城从小体力强悍 故而即便是谢文宇起码跨着竹林追逐 也能够远远地甩他们一大截 可我最后看了一眼江青城逃跑的方向 淡定地转身离开 江青城这次必死无疑 因为早在给他换容貌之时 那毒虫已经侵入了他的身体 只需剧烈运动后 毒虫便会被彻底激活 沿着他的浑身静脉朝心口处爬去 此时前来接应的小桃 早已经安排车夫将我带到了别庄 谢文宇的欣赏人沈青月正站在我面前 细细地欣赏着面前我秀的祥云飞鹤土 想不到江二小姐的秀工竟如此出尘 不久前 阿宇便跟我提到过一个做工精致的香囊 说有机会寻得那秀娘 给我也置办一个香囊的款式 我自认为见得多了 便不信一个小小香囊有何过人之处 可如今见到姑娘的手艺 倒叫我开了一眼 能将沈青月约到别庄 自然也是因为香囊的缘故 见到沈青月实在喜爱我做的秀品 我便笑道 沈姑娘喜欢便好 这些样式的香囊和胯包 我便全送于姑娘了 沈青月文言对我有些受宠若惊 我只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龙女小二 小姐竟然对我这般好娇 叫我不知该如何感谢了 我命小桃将所有东西打包好 随即笑道 不用酬劳 你已经付过了 说吧 我没有理会沈青月的茫然 转身上了马车 小桃看到我并不开心 于是叹了一口气 说道 小姐可是因为绿儿的死而感到不快 我撵着手中的簪子 没有说话 却默认了小桃的话 月儿虽然是伺候江青城的丫鬟 可这些年来并未伤害过我 我本想帮她报仇 不必让她丢了性命 却不想绿儿跪在我面前 泪水从她猙獰的刀疤伤口上滑落 声音带着赴死的决心 奴婢希儿小姐慈悲 让奴婢有报仇的机会 可我这副容貌 本就在这世上无容身之地 月儿死而无憾 马车晃晃悠悠来到了家门口 爹娘看到准我回来 忙冷下了脸 殿下 我们平时都怎么教你的 如今天色已晚 你竟然不等你嫡姐一同回来 若是青城有个好歹 我们绝对饶不了你 商人的话听多了 心口上的处处伤疤 她早已经节俭 对我造不成任何伤害 我看着面前 这对梁博的父母 淡淡说道 姐姐怕我借机勾搭了谢郎君 便令我先行回府 如今姐姐还未归来 怕是与那谢公子花钱月下 好不快活 听到我的话 方才还满脸冷冽的爹娘 瞬间扬起了笑容 大海 你听到吗 咱们的青城有出息了 将来必然能够嫁入谢甲 光耀门美 杨青 徐志文 扯着爹爹的袖子 老泪纵横 爹爹也被这一消息冲昏了头脑 王贵在地上 朝着祠堂的方向磕头 江家的列祖列宗 咱们的青城嫁入谢家 成为谢家当家夫人 我看还有人看不起 我们这些商骨世家 可就正在这时 意外却发生了 精彩后续已更新 点击左下角链接看全文